劳动部政务次长苏丽琼请辞,行政院长赖清德已批准,任期将至本月底,行政院预计明日将发布人事令,对于外传苏丽琼请辞是为了选情救火,苏丽琼今晚则澄清说,是为了妈妈。 苏丽琼说,妈妈已高龄93岁,今年3月曾跌倒,怕她是行为能力退化才导致跌倒,原本5月就要请辞,不过部长许明春今年2月底才上任,在部长强力未留,只是至少上任半年在走之下,决定在完成基本工资审议的大任后请辞。 苏丽琼在世大运建立战功,也历经劳基法修法,放宽其修一例外行业,制定中高龄装法,再到本月的基本工资审议等,这次请辞也让外界觉得恶犯,不过有党内人士却不这么看,认为苏丽琼能力好,又是陈菊心系人马,认为苏丽琼可能回高雄辅选陈其迈的几率高, 但也不排除替目前选战调车尾的台北市长姚文志拉抬声势,光他在4月低调出席姚文志活动就知道,苏丽琼说,现在只想照顾妈妈,而被问及未来被党政高层征兆,是否会再回国帮忙? 苏丽琼则说,应该不会,目前以妈妈为主。 劳动部政务次长苏丽琼请辞,他说,请辞是为了妈妈,并非外界传闻为了复选。 图本报资料照。 分享。